对于从尼比鲁远道而来的阿鲁阿奇工人的不满和抱怨 恩基的心中已经有了些想法 这都源自于生命之秘的进展 那就是用阿鲁阿奇的生命模板 与地球上特定的生物进行融合 复化出类似阿鲁阿奇人的物种 他们是有意识的 而非像极其拉般冰冷 恩基称他们为鲁鲁 然后就能把工作托付给他们 了解了恩基的想法后 方便几身有点恶然 恩基勒有些看不懂他这个兄弟了 联想到自己的现在其实没有多大的建树 就有些不甘 众神就在猜想 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 随后恩基向大家讲述了 大家不足他发现了一种特别的生物 这种生物能直立行走 前肢可以作为手臂的功能 虽然他们拥有类似阿鲁阿奇人的生命特人 但他们都非常原始 还没怎么进化 一直过着动物般的生存模式 恩基勒有些疑惑 在伊甸地区 他就从来没见过类似的生物 尼玛猜想 说不定他们的祖先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 也就是说 这是一种存在 而不是一种生物 恩基表示 他就知道这伙人 对新树物有些好奇 他已经抓了几只 放在生命株进行研究 这生物被关在一个较大的笼子里 让他们看到阿鲁阿奇人时 用愤怒 口叫声 来掩饰他们的恐惧 这些存在和阿鲁阿奇人一样 有雄性和雌性 恩基勒的孙子 宁吉斯奇达作为恩基勒助手 测试了这些存在的生命本质 他们同样有两条缠绕在一起的生命基因 所以可以用阿鲁阿奇人的基因和这种生物融合 缠出新的将会使用攻击的存在 拥有文明 以及帮阿鲁阿奇人干活 恩基勒则表示反对 首先 这样的生物那不是跟奴隶一样吗 奴隶制在尼比鲁早已被废除 并且创造权掌握在众生之父的手中 阿鲁阿奇人已经尝到了打破规则的后果 恩基不以为一页 正在看来 他只是帮助他们更快的进化 而且也不会把他们当成奴隶对待 尼玛祖很赞同恩基的意见 奈何 阿尼勒尤言不尽 这不仅违反了星际旅行的规则 但重要的是 他不喜欢 在他心中 阿鲁阿奇人才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尼玛祖劝说 众生之父赋予阿鲁阿鲁智智慧和理解力 如果不是为了充分利用 他为什么要完善我们呢 让阿鲁阿奇人充满了智慧和理解的生命本质 这不就是阿鲁阿奇的命运吗 这也不是我们的使命吗 尼玛祖劝在旁边又添了一发红 正是凭借这种术语的本质 我们完善了工具 车辆和船只 装作出竞技武器摧毁山脉 用黄金置于天空 尼玛祖劝他说 我们用智慧创造新的工具 而非努力 这正是我们的命运 恩尼勒依旧名玩不灵 是大改变的 从命运开始转动了那一刻 又已经注定 命运还是运气 这不是现在计较的时候 问题是该怎样解决当下的问题 如果工人们最后都不工作了 那黄金谁来挖呢 到时候尼比鲁该怎么办呢 于是只好寻求大家长安鲁的意见 这次的问题涉及的比较广泛 在尼比鲁新的会议上 学者长长们争论不断 其实问题已经很明显了 如果尼比鲁都不存在了 那么阿罗拉奇的文明 这些规则还有什么意义呢 只有生存下来 才有资格谈其他的 最后 会议一次决定 既然提出了解决办法 那就全力实行 当然 在此之前 首席官员恩鲁吉认为 阿布鲁的阿罗拉奇工人 仍需要工作 阿罗拉奇工人 听到有了解决办法 只好同意了这个要求 林玛成了兵机的助手 他来到临终的一个龙子前 龙子里关着一些可怕的生物 当他们注射着龙子里丑陋的生物时 恩鲁解释道 将生命的本质进行交叉 混合后 不会产生新的物种 在生命之乌 林玑士奇大解释了生命本质的秘密 以及如何完成不同本质的组合 林玛认为 龙子里的生物很奇怪 而且很可怕 其实 这就是恩鲁让林玛来帮忙的原因 他们虽然成功的融合了生命本质 但结果却不进声音 混合后的生物变得更野蛮可怕 是好看不出存在文明的迹象 然后 林玛与临绩十七大一起研究了 被编码为科学和文明的圣物神圣公式M1 林玛明白了生命的本质 是通过雄性和雌性的交配传递的 让两股残药的基因链条分离 并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后代 让一个阿罗奇荣性和一个两股行者的雌性 进行交配传递科奇林 本期表示 这个方法已经尝试过了 但无法受孕 说明它们之间有生鸡鸽领 与马说到 可能需要一点黑科技来混合这些本质 需要通过M1中的秘密公式 来一点一点的分析我们的本质 于是 让两种生物的本质 带随进一种其中受精 然后将受精卵 植入一个两股行者的雌性身体重 虽然受精已经完成 但仍然无法自然生产 与马及时将夹草体抽了出来 这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 它的身体覆盖着毛发 上半部分像第九生物 下半部分像阿罗阿奇 于是将它交给了她的母亲 那个两株行走了雌性 照顾它并给它哺乳 这个生物成长得比预期的还要快 但这个生物依旧无法使用工具 于是他们利用ME科学公式 调整了混合数据 再实验了一次 这一次出新的孩子更像阿罗阿奇人 她的外貌非常迷人 虽然她的双手似乎适合握着工具 但这个孩子的感官有很大的缺陷 她的精力不好 视力也在逐渐减退 于是丽马不得不重新测射新的混合物 在进行了几次后 今后同时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问题 有的松脚瘫痪 有的身体费务问题 还有的肺部发育不全 一次是失败 让NG被受打击 宁吉斯特亚也有些气馁 只有丽马依旧在坚持 因为她知道 当她解决了所有出现的问题以后 必然会产生出完美的生物 她信心满满 NG觉得问题可能不在混合物 卵子或本质上 他们之前使用的是尼比鲁的水晶容器 作为地球人生生物 可能具有排他性 然后他们用地球的材料 加上晶和铜制成了一个淘气容器 丽马又用阿布族的黏土 制作了一个净化浴缸 重复了之前 我比熟练的受精过程很顺利 她由地球磁性的子宫里 开始成长 直到分外 一个男孩出生了 丽马用双手抱着这个完美的新生儿 三个人内心 充满了无意言表的情绪 他们将婴儿交给了她的地球母亲喂养 月复一月 婴儿长成了一个男孩 虽然这个男孩无法说话 但她却能使用工具 双手非常灵活 很显然这个男孩依旧有些小瑕疵 NG再次找到了问题的关键 在不断的尝试研究中 他们一直没有改变过受精卵的生长期 如果 用阿罗阿奇实性的子宫 会不会孕育出完美无缺的存在呢 三人互试了一眼 他们都是搞科研的 当然不能遗漏这样的问题 NG想让她的妻子凌机逝世 丽马表示拒绝 这种专业的问题 只能让一个非专业的来尝试呢 这两人只能无视她的存在呢 一切都很顺利 受精卵在丽马的子宫里安然的成长 他们晚的时间比尼比鲁鲁早9个月 比地球晚9个月 这是一个男孩 一出生就娃娃大哭 丽马将婴儿拥入怀中 虽然她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 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孩子 让她爱不释手 亲上的耳朵完好 眼睛明亮 四肢适当 脚在下 手在上 她不像野蛮人一样多毛 头发是深黑色的 皮肤光滑 橙暗红色 也有着阿罗阿奇相同的颜色 织密部位却以阿罗阿奇的不同 形状很奇怪 前面部分覆盖着毛发很显然 这是新生物与阿罗阿奇的区别 恩基让林玛给她起个名字 好巧 林玛说 这亚当吧 意为来自打击了泥土 林玛还为小亚当 专门制作了一个摇览 于是亚当成为了原始老公的模板 林玛建议 将她所管理的城市 苏鲁巴克的护理人员 带到生命之屋 进行下运人的受孕 有机会 阿罗阿奇接受了这项委托 林玛实际他把他们记录下来 分别是 林玛 苏茨安娜 林玛达 林莎尔 林布格 阿鲁 林尼吉拉 他们被称为 沙苏拉图母亲女神 林玛准备了七个黏土容器 将亚当的生命本质放入了七个容器中 然后林玛从亚当的生命部位去出了一滴血液 宣布到 这将是生命的标志 他在每个容器中都加入了一滴血液 地球的本质和阿罗奇的本质将相互融合 最后林玛念起了咒语 让天国和帝国的两种本质 通过血缘关系结合起来吧 咒语过程很顺利 七个地球男孩诞生了 他们是七个完美的原始劳工 林玛实际他以为 只要让这七个地球男性按顺序的解体工作 就能解决问题 而恩玛则认为 七个显能太少了 需要更多的阿罗奇女星雄来完成这些任务 但问题来了 阿罗拉奇的女性因为其生命周期的问题 怀孕是非常艰难的任务 不是说四个女性就能完成的 恩玛立马想到了解决办法 那就是创造出地球女性 再让她们之间自然繁衍 于是林玑石家修改了M1本质的配方 将其调误作为雌性 那么这个雌性有谁来运运呢 林玛、恩玑和林玑石其达相互担任对方 这次的任务横战地落在了 恩玑的妻子林玑身上 而且她也同意了这个决定 她一直都很支持自己的丈夫恩玑 不过期间出了一点小意外 虽然林玑受孕了 但氛围的时间却比其他阿罗奇女性都要长 林玛不得不进行剖腹手术 将孩子取出出来 她是一个女婴 中人脸上露出喜悦姿色 她的耳朵形状良好 四肢洗拳有手好脚 皮肤光滑 没有毛发 像阿罗拉奇一样 林玛将女婴抱在手中 轻轻拍打了啥 让女婴哭了出来 其他人不理解林玛为什么要这样做 林玛说 这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欢迎她的到来 恩玑说道 这是一个存在 而不是一个生物 因为和我们相似的形象 林玑石家感染大 她实在是泰文 她们缺个什么名字好呢 林玑带着温柔和感动的说道 就叫提阿玛特吧 以构成地球和月球 那颗古老的行星为名 意味着生命之母 她将是地球文明人的母亲 按照词法 经过一段时间 又诞生了七个词性 让他们和之前 创造出来的七个雄性自然繁衍 他们的后代 又将继续繁衍下去 永无止境 于是他们在林中 为这些地球最初的人类建造了著作 而将亚当和提阿玛特 带到一定远 向其参的阿罗拉奇族人 能展示他们的成果 阿尼勒在埃利都 见到了亚当和提阿玛特 勉强表示满意 缓解了之前的不满情绪 阿尼勒的妻子 林宁儿和儿子 尼勒塔也来到现场 也恩基的儿子 马尔杜克还特意的 从拉姆赶来见他们 这是一个美丽美妙 惊人的创造 阿罗拉奇族人以后 将摆脱辛勤劳作的日子 他们都很赞 但问题是 这些生物成长的 能工作的时间 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的 阿罗拉奇工人们的问题 并不能立即得到解决 虽然工人们还在抱怨 但总的来说 相对温和了许多 随着实验的利益 林基茨大发现了不对 这些地球原始文明人之间 虽然有了交配行为 但他们并没有受益 恩基觉得 这可能是将两个物种结合 产生的主招 最后 他们在苏鲁巴克拉 基于之下通过M1矩阵 仔细观察了亚当和提阿玛特 本质通过对比发现 亚当和提阿玛特的基因序列上 缺少了凡则的能力 而此时 阿卜族的阿卜族 正在组织一场新的叛乱 但恩基等人的心思 一直在地球人这边 根本没空管其他事情 这是林基茨大有的主意 果然不愧有老研究人 他从恩基的内骨中 提取了生命本质 将其插入到亚当的内骨中 从宁玛特的内骨中 提取的生命本质 插入到提阿玛特的内骨中 通过这种方法 将阿卜族的生命本质 填着到地球原始文明人的 生命指数上 之后 亚当和提阿玛特 被送给了伊甸园 阿尼勒在花园里 遇到了亚当和提阿玛特 看着两个极度类似 阿卜族人的地球人 他心里产生出了一丝恐惧 阿尼勒招见了恩基 表示这一切都不是他的意愿 不应该像创造的一样形式 他之前完全误解了恩基的意思 以为只是一点小小的改变而已 恩基试图安抚阿尼勒 并解释原计划 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他强调新的方法 对于确保他们在地球上的使命 能够成功是必要的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繁衍的后代的种群 而不仅仅是一群劳动力 恩基承认自己在之前的城市中犯了错误 但他相信年纪实际上能够解决 现在他们所遇到的困难 恩基勒仍然不满 并正面说他们不应该干预自然的持续 他认为他们的角色应该举算于监督和指导原始的劳动者的发展 而不是直接干预他们的进化的道路 认为这样的行动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会打破行星的平衡 恩基认为恩基勒太过于死板 这样的干预对于他们来说是必要的 如果等他们自然进化 那时候估计尼比鲁星连灰都不算了 如果没有新的劳动人代替 那些阿罗斯工人又不干了 结果就是尼比鲁星一又没有希望 所以现在趁着心目中 不仅让恩基他们履行了自己的任务 还为阿罗斯创造了一个劳动力 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一是二二了何乐不为 为何总是把自己限制在那些条条框框里面呢 恩利勒看着恩基 他知道他的兄弟已经陷入疯狂之中 在其他人看来他是一个胆小保守 莫守成规的领导者 但他只是想让未来的一切 不会偏离预想的太多 如果孕育了一个类似阿罗斯的新物种 那么未来将不可预见 阿罗斯会有危险吗 林马和林基会有危险吗 这些看守者们会有危险吗 所有的一切他统统都不知道 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 这将会是一场灾难 林基斯家看着恩利勒说道 爷爷这件事似乎没什么选择了 但阿罗斯一般长辈对晚辈采用备分 林基斯家这样说又表示 他认为这件事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林马看着一直是反对意见的恩利勒 毕竟这事没对错 只是看法不同而已 有些不忍道 我的兄弟 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 难道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吗 难道任由你比如陷入毁灭的命运吗 如果一切都没有了 你所坚持的又有什么意义呢 尼勒只好愤然离去 你确实还不忘对众人说 我不想在意见人看着他们 这时大家才说了一颗气 毕竟恩利勒才是地球的管理者 很多时候他的态度对于大家来说 还是相当重要的 亚当和提阿玛特被截到了 阿布卓的一个怀孕中 最终不负众亡 他们成功的怀孕了 而且也还是一对三胞胎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而一等人才大大的松了一个气 或许只有在经历无数次失败 或者人才明白 这种感受 地球上的事件发展速度 比尼比鲁鲁上要快得多 不到一个萨尔的事件 这些生命就开始进行了繁衍了 亚当和提阿玛特也有了其他的儿子和女儿 大大增加了地球上的能口 在阿布卓组 阿罗阿奇们终于解脱了工作的束缚 原始的地球工人们 不抱怨工作 炎热和尘土 这些恶劣的工作环境 也不发牢骚 他们心情的工作 对于充足的事物不给人表示满意 大人的黄金被送到尼比鲁 尼比鲁大县城的破洞 显示出改善了迹象 一切事情正顺利地进行着 又繁重劳动的阿罗阿奇族人 也开始享受了生活 结婚生日到处游三碗水 恩基和恩利的儿子也有了下一代 尽管他们的生命周期源自尼比鲁 不过地球上时间流速要快 阿罗阿奇人的孩子们也就成长了更快 然而宁加勒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分别是伊兰娜和萨玛斯 萨玛斯在早期也被称为乌土 以为太阳和正义之神 于是地球出生的阿罗阿奇人的第三代 也开始成长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切改变正在敲稳的发生着 地球上的热量依旧在不断增加 雪区开始融化露出坚硬的表层 只被越来越茂盛 野生动物在陆地上到处揉荡 雨水更加猛烈 阿罗阿奇的住宅需要重新修缩 火山帮发者火焰和硫磺 伴随着大地的颤灯 地球在每一刻都震动着发出了第一名 而恩利勒则将世界托付给他儿子尼加勒 把他的妻子埃勒斯加尔 自己跑到尼比鲁基观察天空中的天体去了 他将天体的运动迹象与M1进行比对过后 嘴里不禁念到一句乱一字大事不妙啊 之前一直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 恩利勒皱起了那万年不变的眉头 恩基则在UP主的最高处建立了一个观察点 时刻注意到地球以及所有生物的变化 他是属于那种胆大心细的人 对于之前恩利勒反对的观点他并不是不在意 其实在恩基心里更喜欢那种对未知的兴起 只有不断变化的事物才能让人成长得更快 他喜欢那种兵来降脑水的土炎 遇到问题了 没事解决什么又出现问题了 那还担什么解决啊 在那么多鸡蛋里 马朱克向他的父亲恩基斯寻抱怨 这星球上的风是越来越大了 风沙挂着他浑身刺痛 他想回地球 不想待在这鬼地方了 尊守着区域的岩石变得极不稳定 地球上硫磺从天空掉落 无数小吸睛以暴力方式接近地球 与大气摩扎产生的火焰像一堵的炫烈烟花 黑暗在明天的白色中降临 接着暴风雨和风暴肆意破坏者金谷拉姆和地球 练练着一场前所未的未知灾难 在尼比鲁 智者们提出了对用移民的星球 首先选择的就是太阳家族地球出于第七位选择目标 不过这并没有让领导们有好的心情 他们已经在这个星球生活了无数年 无非必要谁也不想到其他地方去 最后尼比鲁托尼了他原本的轨迹 离世在了遥远的宇宙深处 隐私冲击慢慢的停歇下来 地球和拉姆得了喘息 此时第一次冲击试炼已经过去了巴士萨尔 阿拉西人开始巡查 这次灾难所造成的影响 比较幸运的是大多数基础件事都没遭到破坏 开采黄金也没什么问题 尼罗尔他在北方的山谷发现了燃烧的流动液体 除此之外还发现了硫磺物和泥青 不过巴尔杜克在拉姆上发现大气层遭到破坏 严重影响了离机的生活和工作质量 他要回地球的情绪更加高涨 阿尼罗尔则重新考虑了他之前的计划 并审视了他所规划的城市各个方便 他认为黄金通过拉姆中间站一次转运会极大增加风险 不如直接舍弃掉拉姆的中间站 尼罗尔他觉得巴德提别拉城就是最适合成为飞船兴起飞点的地方 不过最中心的起向脸色在伊甸 黄金将直接从地球运到尼比鲁 又从尼比鲁带回控制品和更多的阿尔西来工作 不过这个出现了问题 地球的引力大小的密度都比拉姆的重高 飞船飞出地球则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 而上下的能量有可能不足以到达尼比鲁 恩基思考了一下提出了一个代替方案 就是在月球建立一个中间基地 安努采了恩基的意见 恩基表示 四色公办没有比赛更愉快的事情 他老早对这个家伙着迷了 奈何一直没有机会 于是恩基带上儿子马尔杜克来到金谷 peut 表面布满堪堪和大有不一的隐湿坑和洞穴 这些巨大的三口是天体战斗造成的 在登陆月球时他们发现如果不戴上雄文靴灰 然后就无法呼吸 这让马尔杜克否决了可恒 恩基的初晨说到 不要吵水 我的儿子 难道你没有看到太阳 月亮 地球之间有多么美妙的联系吗 如果我们留在这里 进行直接研究和分析 通过仪器 我们就可以测量 和星上宇宙造物主的手笔 马尔多克就很轻易的 被恩基说服了 他这会儿还是很听 他父亲的话 于是他们将飞船作为助手 在那里逗留了一年又一年 他们观察地球的运动 并经常注意一个月的治愈时间 策略地球年的时长 记录了地球和月球之间的 相互关系 以及光线小色的情况 随后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了木木和拉姆的运动轨迹 恩基向马尔多克解释道 拉姆与地球和月球 一起构成了太阳的第二区域 下界水域有六个天体 上界水域也有六个天体 他们位于水平手足的外侧 安萨尔和基萨尔 安努和赵物主神 脚家家和尼比鲁 总共有三个天体 马尔多克提出了疑问 为什么会有七个天体形成一排的情况 这是他们前不久才看见了奇景 恩基考虑到他们围绕太阳旋转运动轨迹 地球和月球的位置 以及迪比鲁的运动 他将回归之路称为安努的道路 负质量观察指星星 恩基从地平线到地平线描绘了12个星座图像 后描绘了往返的宇宙航线 将最上面那条安努之路命名为N6的直路约止从此 又设计了一条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航线 马尔多克描了一眼级杂单 我不配拥有一条 不过被恩基无视了 在这三条航线中 描36个星座的星星 以地球到太阳运行时的位置为准 恩基向马尔多克指出循环的开始 天体实现的测量 他说 当我来到地球时 我将通向终点的时间 命名为双宇宙 遵用我的名字 称为水的名字 马尔多克毫不犹豫地拍了英雄马屁 他也想拥有自己的星座 说道 你的智慧令人着迷 我的父亲 但是在地球和尼比鲁 政府和知识是分开的 恩基一年疑惑 小子 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自己都已经将所有的知识传入给你了 说话咱还拐弯抹角着呢 原来 马尔多克觉得 当初创造地球文明人的时候 恩基首先想的是林马 拥有了他的母亲 然后又让恩基那儿的孙子 林基斯基达做助手 这些关于生死的诈指挥 首先坚持考虑的不是自己的血脉 看着蛮点委屈的马尔多克 这小子原来是吃醋了 恩基笑着说道 你当时在拉姆担任指挥官 负责很重要的工作 而第一个收敬对象 我想到的就是你的母亲 不过林马在这上面更有经验些 我们不要用这样的关系的出于问题 都会很麻烦的我的儿子 马尔多克不以为意 父亲 你是安路的长子 而不是恩尼勒 然而他却是合法的继承人 这个地方应该属于你 你是第一个降落 对你建立爱意多的人 恩基凝聪的马尔多克的话 脸上满是关切之色 他将手放在马尔多克的肩膀上 安抚的说道 我的孩子不要绝望 你的命运尚未决定 你拥有巨大的潜力和知识 你在地方的任务 对于你本来的生存至关重要 至于你的未来 他仍在进行之中 你是王子 出生于尊规的血统 你的成就和贡献 将出造你的道路 前置住权力和名望 必分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 真正定义 唯一伟大的是智慧 名誉和为他人再去帮助 我们将共同应对前方的挑战 你的女神并非注定要失败 而是充满了成长和救赎的机会 将你自己和自己的恩命 拥抱你独特的命运 你将找到属于自己的使命 江果然还是老的了 恩基的几句话 就让马尔杜克得到安慰和希望 随后他们一同踏上地球的任务 下了一个阶段 恩基仅仅拥抱着他的儿子 在荒调的月球上 向他许下承诺 我所失去的将属于你的未来 恩基和马尔杜克在月球上 度过了无数年的时光 丝毫没有回归了几乡 这时恩基就非常的矛盾 恩基不在吧 他觉得自己一个人 孤独的狠 似乎缺点什么 恩基在吧 他一边觉得心里踏实 一边又觉得 对方老是对自己的位置 承认威胁 他们在搞什么 他们的行动一直是个谜 不知道他们打算要做什么 在拉姆 BGG们感到焦虑不安 这种马尔杜克离开后 就没有人来关心过这个地方 这是过河拆桥呢 中间站一直被尘埃风暴影响 没有进行随碍评估 每个人都在等待解决方案 但华儿都凋谢了 无数次了还没见人来 恩基勒此时正在忙于 伊甸园航天港的建设 以路而他则关心自己 巴德提比拉的一某三分地 安路看不下去了 命令恩基负责良 立即返回 他想听听他们这些年 都有什么进展 还好 安路做了这么多年的国王 心态早已去平静 不然他都想骂娘了 这么多年的人就再回 月球不适合得这么一个消息 他都怀疑这父子俩 是不是故意去摸鱼了 恩基还是想给儿子 马尔杜克争取一些工作经验 想让他接手 航天站的指挥工作 安路的则表示 尼路而他就很合适 而且这个任务本来就是他的 安路面我表情 让阿拉奇第三代乌土担任了指挥官 并将这个地方命名为西伯尔 称为鸟城 事实上安路还是偏上了安尼勒 乌土作为安尼勒的孙子 很显然这个地方也成了安尼勒的地盘 于是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安路亲自出席了开幕式 拉姆的伊吉吉们和来自各地的阿拉奇也都在场 伊兰娜还献上了一段劲爆的歌舞表演 这是一个盛大的庆典 房间堆得很高 交付数量很大 艰苦的工作即将结束 安路宣布地上的工作可能会放缓 并且让一些阿拉奇返回尼比鲁 马埃杜克没有返回拉姆 也没有跟随他的父亲请问伊典 他想要亲自了解所有的土地 于是他乘坐自己的飞船 迅速探索 乌土成了伊吉的领导者 一部分留在地球 一部分都在拉姆上 每个人都充满热情的工作者 就是为了尽快回家而做出了最后努力 然而是阿拉奇 阿拉奇并没有像之前那样专心工作 他们认为地球人会取代他们的工作 这个消息驱逐船面各地 伊典的阿拉奇也要求更换原始工人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在接下来的四十萨尔尼 阿布祖的工作有数减轻 而伊典却还是老样子 在恩基和恩尼勒相互争吵的时候 尼路尔塔带着一支武装部队 趁机到阿布祖 捕获了一些地球人带回伊典 恩基很生气 恩尼勒更是勃然大怒 当初可是他亲自下令 不得在伊典看见地球人的 我是在防止新的叛乱 尼路尔塔为自己辩护 在伊典捕莱的地球人 代替了一部分阿拉奇们的工作 他们拥有智慧和力量 负责各种任务 也让人繁衍越来越多 但食物的补给就出现问题了 没有果物也没有绵羊 只能靠从伊典鲁运来的补给维持 恩尼勒又不然大怒了 最近他的生涯数标的有点高啊 动不动就会让心情陷入不爽的状态 自己不爽 那么也不能让其他人爽 尤其是恩基 一点担忧事都没有 最让恩尼勒气愤的是 恩基布什的嘴角还有些笑意 这位兄弟是不是在嘲笑他 还让我想办法 他不知道恩基在笑什么 可恶啊 恩基对地球人的繁衍感到满意 同时也有些担忧 阿拉奇们为了逃避工作 渐渐的让地球人成为了他们的仆人 这不是他的初衷 七个杀的时间里 阿拉奇们安居了下来 三个杀的时间里 鱼和食物开始短缺 阿拉奇和地球人开始挨饿 恩基正在心里策划着 如何让地球人成为一个文明的人类社会 他仔细研究和分析了这些新生物的生物环境 工作 娱乐 休息 以及繁衍等 恩基与他的宰相 伊西木德 分享了他的观察 直到有一天 恩基成长行行与两个拥有野线美的地球年轻女性相遇 伊西木德在旁边诱惑到 亲吻他们 与他们相识 恩基给这两位女士提供了甜地的水果和酱果 然后亲吻他们 与他们相识 并将他的生命液体注入到了他们的子宫中 这让伊西木德留下照顾两人 让他守口如瓶 经过了第93个季度 两位人类女性生下了两个孩子 并被伊西木德带到了恩基的住所 恩基充满爱意的接纳这两个孩子 并让他们当成自己的子女抚养 男孩并命名为阿达帕女孩提提 期间 恩基叫道提提 恩基则指导阿达帕 两个孩子学得很乖 恩基分散很多戏 因为他创造了文明的人类 就为他们驯服羊群 种族庄稼 恩基将这个事情告诉了他的兄弟恩尼勒 恩尼勒亲自从尼比鲁基来到爱意地都 恩基解释说 这些生物学习能力很快 能够传授知识和记忆 从尼比鲁带来种植 让它们播种 从尼比鲁带来羊群 让它们在地球各地放养 让我们教导 这些一类的地球人 农业和畜牧知识 阿达帕和地球人将共同坐在同一桌子上 恩尼勒感到惊讶 事实上 是来自信的 最后他决定将这个消息传到给恩尼 恩尼也感到震惊 一个物种演化成 那个物种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他从未听过这样的事情 也从未听过文明人类 会如此迅速的战争于地球 恩尼思索着 如果要进行种植和畜牧 将需要大量的人口 他们是否能够繁殖呢 在爱立多 阿达帕和提提 成功的有了后代 提提剩下了两个兄弟 他们是双胞胎 恩尼听了这个消息 于是他让人将种植和羊群 待到地球上 这样的结局留在爱立多 照料和喂养新孙儿 而让阿达帕来尼比鲁一趟 对于父亲的决定 阿尼勒并不满意 谁能想到 阿尼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吗 当阿达帕到达尼比鲁时 会发生什么呢 他在宇宙和星星之间旅行 并获得这些知识 然后在尼比鲁运用长寿之水 使用长寿之时 最后是否变得像阿尼拉奇一样 恩尼也感到害怕 阿尼的恋让他的脸色变暗 他同意兄弟阿尼勒的看法 谁会预料到这样的决定呢 尼玛说 我们无法避免 我们父亲阿尼的统治 既然不能违背阿尼的意愿 那么 恩基就让年纪时间 和杜姆琪的一起去 亲眼看看尼比鲁也挺好 尼玛表示同意 这两个都是在地球上出生的孩子 他们和迪比鲁的联系 变得模糊不清了 或许还有可能在大尼找到新娘 于是一艘来自尼比鲁的 飞船迪拉西包 阿尼勒大臣 伊拉布拉特走出飞船并说道 我是来接地球人阿达巴特 阿达巴提提以及他们的儿子 卡因和亚伯尔都被叫了出来 伊拉布拉特看着 与阿鲁那些非常相似的地球人 是非常的惊讶 恩基介绍了 宁基石下和杜姆琪的 并告诉伊拉布拉特 他们会陪阿达巴 一起交往迪比鲁 我相信阿鲁会很高兴 见到他的孙子们的 伊拉布拉特笑着说道 恩基把阿达巴叫到一边小声说 阿达巴 你将要去的地方是我们的母亲尼比鲁 在那里你的爷爷也是当前阿鲁那契的国王 恩鲁会接待你 在他面前要鞠躬自一 只说必要的话 伟大问题要简洁明了 你会得到新的衣服和礼物等 但是请不要碰烂的任何食物 面包饮料等 不要吃它们 它会对你造成致命的伤害 恩基和杜姆齐特会陪你一起去 听从他们的话不要害怕 然后 恩基又召集了 恩基和杜姆齐特 你们将会受到我的父亲国王接待 应该保持足够的禁养 不要害怕其他的贵族和王子 你们与他们是平等的 你们的主要任务 就是将阿达巴安全的带回地球 不要被尼比罗诱惑所迷惑 请记住我的话孩子们 在道别后 恩基递给宁基使下了一块 密封的秘密碑文并说道 将其秘密地交给我的父亲国王 安鲁 三人来到飞船旁边 与伊拉布拉特打了刀壶 进了飞船 穿着阴行投革的阿达巴恐惧的 卷缩者感受到飞船的震动 他尖叫了起来 然后地球消失在宇宙浩瀚的虚空中 而尼比罗出现在了面前 抵达后他们受到了隆重的接待 地球上诞生的安鲁瓦奇 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已经到达 让尼比罗安鲁瓦奇们感到非常好奇 在宫殿里 贵族们聚在一起 王子和谋士们聚在王座厅里 伊拉布拉特带着阿达巴 与同行的两个王子走进大厅 他们在安鲁面前鞠躬 安鲁迎接了他的孙子们 激动了流下眼泪 并亲吻他们 多么气得坐在他右边 宁基斯基拉坐在他左边 接着伊拉布拉特给安鲁接受了阿达巴 你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吗 安鲁看着阿达巴问道 伊拉布拉特在一旁回答说 当然 安鲁叫过他 过来吧 你叫什么名字 从事什么职业 阿达巴正在国王面前鞠躬自尽 我叫阿达巴 安鲁大人的仆人 阿达巴的话 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安鲁满点愉悦的说 我的儿子们在地球上 取得了非凡的奇迹 那么我们来一同制度他们的成就吧 于是大家都走上宴会厅 桌上版本的面包和饮料 安鲁看着他从未见过的食物 暗示不停的吞一只口水 但他记得父亲的话 安鲁转向阿达巴 为什么你拒绝我们的款待 你为什么不吃不喝 阿达巴有些拘谨 我的老师 伊军决也告诉我 不要吃也不要喝 这个儿子真是个奇法 安鲁心里安理道